近日,唐嫣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段视频,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 因为这次视频中的唐嫣,一改往日甜美的风格,一身红衣,性感出镜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唐嫣身穿一件枫叶红的风衣,搭配上红宝石耳环,看着镜头涂口红,看起来霸气十足。 细看之下,不禁会感叹,唐嫣的皮肤真的是吹弹可破,配上这种柔和的灯光,简直又温柔又性感。 网友们看到这个视频后,纷纷在下面留言评论,大部分网友都在赞美唐嫣今日的穿搭。 还有网友感叹,唐嫣生完孩子,还能保持得像少女一样,太让人羡慕了。 唐嫣在事业巅峰期与罗靖官宣,两人很快进入了婚姻殿堂,唐嫣也在婚后不久,生下了女儿。 在有了孩子后,两人更是淡出了娱乐圈,在家陪着孩子。 张萌曾经还吐槽罗靖是奶爸,忙得连微信都顾不上回。 唐嫣可以说是出道级巅峰,她在《仙剑》中饰演的子萱一绝,至今还让人赞不绝口。 虽然此后她演的角色大多是傻白甜,但是也丝毫未撼动她在粉丝心中的形象。 其实她更适合这种郁姐风的角色,希望她今后能够多演绎一些郁姐角色。 周全时谈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